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今天给朋友们聊一聊 练拳不懂痒 百练功不长 练拳要明理 会练,又要得法 懂痒 不会练,不会痒 不懂痒,就会伤 会练,会痒 才能成功 内养三宝,精气神 外养三体 伸手部 内养精血液 外养筋骨肉 内养五脏六腑 外养四肢全体 在内养性 养德 在外养形养权 养后天 你先天 养先天 化后天 养是多方面的 要懂炉和养 修心养性 修身养权 全凭心意用功 心为一身之主 人之七行六欲 节由心生 活动太过 则寻三宝 伤先天 所以 会练 懂养 一在心 二得中 三孽 一在心 即清心之心 能养精 平和之心 能养气 虚无之心 能养神 宽隆之心 能养性 行善之心 能养德 成尽之心 能养道 平淡之心 养五脏 舒畅之心 能养行 中正之心 能养权 坚韧之心 能养智 净练 就为养 比如我们 站 站庄 比如是养身庄 两手交叉 复以下单念之处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养身的庄工 要是 急练呢 就为伤 练拳 很急很快 这就肯定是受伤了 练拳 应该 慢练 合住了 慢慢慢慢练 练拳应该是慢练 快练 是为伤 用意念练拳 那就是一个养 如果用力 用着力 使劲的这个是着力练 那也是一个伤 所以说 我们练拳 一定是要 慢练 用意念去练 这样是一个养 练拳 好似休息 这是为养 练拳 过于疲劳 那为伤 还有我们练拳 练的是一种气 是吧 一种气 比如说战装 也是增加的 内气 这是为养 如果你练要努气 舍劲努气 那是为伤 有一个古老的建设方法 就很好 那就是战装 俗话说 百炼 无路一战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观众我们 带你学习 太地拳 战装 讲声 方面的知识 内容 好优优 好优优 好优优